嗯 就是很狂放這樣並不見得就會好玩 如果說可以很精準 就是那個節奏很精準 不會感覺有拖的話 應該會更加精彩 還有邊邊邊的那個 最主要的那個特色應該是 那個偽裝吧 對不對 就 我覺得偽裝 雖然道具準備很多 可是偽裝這方面沒有做得很好 就是我們想要 因為其實我們也思考很久要怎麼樣才會比較有創意 所以他拖了 不要這樣子嗎 沒有 就是比較有創意 那用 嗯 就是可能先個嘗試 因為這個勾搶其實我沒想很久 但為什麼要哭呢 哈哈哈哈 情緒 情緒到 情緒到 整個feel有到 那我其實我剛剛要說的 其實我的建議是說 因為他們年輕嘛 然後我覺得如果 如果以我們做表演來講 我們會可能就會讓 因為我覺得問題是在第一個 節奏性 表演節奏性 如果說如果真的是那一種 比較狠心一點的話 我們就巴了 因為其實太長了 第二個來講 我的建議是說 例如說你可以把今天表演的變成說 今天我們來教大家做一道很簡單的菜 我們希望在一分鐘之內 教大家會做這個簡單的料理 讓你配合上音樂 然後配合上動作 那譬如說可能 首先你要注意什麼 然後把什麼滾起來 然後他就龍蝦就做他的動作 好 到最後面 最後然後到副歌的時候就變成 喔 完成了 YA這樣 我覺得他是這個高潮 好 而且在演龍蝦這一位 你不能因為你自己是龍蝦 你就把表演通通交給廚師 比方說他在裹麵粉的時候 不應該是他真的推著你在滾 就是你自己應該也要用力去滾 這是兩個人的表演 對 否則剛剛看起來很像是一個 廚師殺了一名韓淵墨雪的 那個紅衣女主 然後這樣要準備起司 其實你應該要自己滾一下 才會覺得這兩個人一直在做一個表演 這個創意是酷的啦 但是只是在手法的呈現上 還太輕涩 我覺得可以再進階一點 然後其實 對 對 其實反而會變得很有趣 因為其實看到很多的表演 其實配合上音樂 可能節奏性的話就變好很好看了 然後是非常棒的一個提倡 情緒很直接的 一罵就哭 然後一罵就會不哭了 而且他春生一罵 他們的音樂適合做彈光秀 你哭的原因是什麼 對 不是 因為你是 優然 就是呈現出來的效果如果沒有很好 那我們就是覺得自己很努力 可是還是沒有做到 就會覺得有點難 妳那個道具花多久時間 很久就把彈光船搬到學校 然後被老師罵 怎麼會來啊 你學校不會用到 就說晚上要有 然後就跟他搬著 跟他搬著 妳這樣模仿嗎 老師 對 妳好厲害 一片模仿很厲害 我這感覺 不是很可憐嗎 有嗎 很可憐 花很多時間是不是 因為我們都是自己受工作 而且過的時候 就是還會一直拼拼被 因為就是 就是用很粗糙的工具 有限的工具抓 然後就還會 可是就會進步 如果妳又被刮到 那會進步的啊 會進步的 一開始一定都很粗糙啊 誰一開始就很細緻 大家一定都從粗糙開始 我以前做的東西才偽心的 對啊 其實我覺得是隨時 其實我們在提供你 除了妳很棒的表演之外 就是希望說妳可以表演得更高 對啊 我覺得像妳現在雖然穿這樣 搞不好只是十年之後 再看妳演龍蝦 整個紋領都有了 對啊 因為以鏡頭前面來講 我們不能再哭了 不然我們三個出去會被揍 對 而哭是哭泣自己啊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 沒有到水準對不對 對 不要擔心 還沒有真正的最後審判 好不好 那我們歡迎下一位 8號參賽者的莎莎 個性隨和外向的塔 今天會使出什麼樣的絕活 來追負三位評審的心呢 馬上帶妳回到露營的現場 來看看吧 大家好 我是莎莎 今年17歲 身高162公分 體重50公斤 今天帶來的表演是 打木齊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喜歡 記錄 你看 似乎 墓 墓 有 楊 我們 Yu-hoo 我覺得目前可能本來就比較難表現 一般要表演這種大型 然後主要是主旋律的樂器的話 他們會選一個背景的音樂 會使你的表演比較棒的一點 因為這首歌是比較輕盼 然後歌得下有點比較輕鬆 可是你中間那個就是打錯啦 敲錯的地方 你有發現對不對 大家應該都有發現 我也是有發現 因為你敲錯也 人還蠻直的 敲錯還會愣一下 然後再繼續這樣 皺了一下眉頭 對對對 其實不皺眉頭可能沒發現 而且我覺得你的造型跟表演的結合性 比較沒有那麼強 其實表演像這樣子的演奏樂器的時候 你可以再把自己打扮得更宿敬一點 因為你現在頭髮有點慵懶 再加上造型有點慵懶 你看他表演碰韌秀 我覺得你可以再跟你的表演的造型再編集 謝謝 我覺得基本上 那個掏耳朵的棒子 可以打得這麼好 算是厲害的 打是掏耳朵的 可以講一下嗎 可以啊 對 這是什麼材質啊 就是那種毛啊 就是類似像 不是那種毛 類似像毛槍這樣 然後就是 這還蠻像的啊 這還蠻像的啊 但是其實我會覺得 剛剛跟大明講的一樣 就是如果要是我 對 是第一次練這個才藝的話 其實像我們是屬於那種 比較會偷懶 因為我們在短時間 要做一個很好的表演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搭配很多東西 例如說 可能敲的東西不會這麼難 不會這麼複雜 這個東西變成是 在音樂裡面 例如說他可能 在陪陣音樂裡面的時候 他可能只要 不用每個小節都打 可能只要彈三個音 所以自己準備得越少 旁邊輔助的就越多對不對 對 其實我覺得 要去抓這個東西 因為當你這個東西 不是那麼熟悉的時候 你要把它變成 一個主的表演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有trouble 其實這很難啊 可是因為你的東西 focus都在這上面 所以變成你只要一敲錯 大家就知道 對 可是如果說整個畫面 是那種 那種情緒 那種電影式的 那種音樂的時候 那其實不用那麼多 或者是 比如說你有一個小節 你每次都會敲錯 怎麼練都練不起來 你可以接著噴火 在那邊就 敲到你們就 大家一定怎麼有人 聽到你那邊敲錯 其實你看歌手也很聰明啊 歌手每次表演 只要出齊的話 他就會 把手借給我 就開始了 你們唱 忘詞 這些都敬念了 對 可是整體的就是 最後呈現的結果 讓大家覺得流暢才是最重要 可能有一些關鍵的地方 明明就是 比方說他明明就忘詞 可是因為他表演得很流暢 我們就會覺得 那是表演的部分 你可以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 我可以不要那麼挑剔 我覺得很好 感覺很清新脫俗 到目前為止 是很舒服的 對 因為這首歌是比較熟心快 對 因為莎莎一直很喜歡音樂 不管是西洋的 或者是古典的 對 在超以前都是 有接觸到你 就是小學開始 可是真的給你一個建議 因為其實在現在來講 尤其是做表演 像我們做表演的人 常常會很執著 除非你是真的練古典 或是練什麼 就是在表演古典 那個感覺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有一點點混合 創造一種新的表演風格 那才是重要的 例如說 好今天我們只會記得 莎莎敲了一段木琴 但是他不會記得說 莎莎做一個很棒的什麼表演 例如說 搖鬼木琴 我也是亂講 還加什麼加上噴火秀 對 加上基本料理 你們 你看看就有莎莎麵一盤出來 對 就是一個音樂 人家會覺得 一個永遠都記住你 可是你這樣敲完木琴 沒有人會記得 嗯 應該做一些結合啦 對對對 好 謝謝莎莎 很棒很棒 歡迎下一組 下一組 參賽者是我們愛唱歌的 鴨子以及檸檬 今天兩位首度合作演出 表現會不會是如何呢 馬上帶你們回到錄影的現場 來看一看吧 哈囉 我是九號的鴨子 我是十號的檸檬 今天我們要表演的是 本首快樂 謝謝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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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無法把你語言 一直笑成 有沒有用 可是我多麼不捨 朋友來的 那麼多方 愛可以不問 對錯 至少遊戲越感動 如果它從未別人撐散 你何苦非為它 等在雨中 泡咖啡 讓你暖身 像淡淡你 心口裡的風 你卻想像街奏走走 吹吹爛爛風 會清醒的多 你說你不怕分手 只有你很難過 請等著就要來了 剩自己一個 其實愛對了人 請等著每天都過 分手快樂 祝你快樂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不想過等 嚴倦沉重 就飛去熱 帶了大雨 游泳 分手快樂 請你快樂 會別錯的 才能和對的相逢 離開就愛 像坐滿車 看到捨了 心就會濕淡了 沒人能把誰的幸福陌生 你發誓你會活得優秀了 你自信是好長的美套了 哇 一定兩位妹妹的個聲 正是令人舒服 如此美妙的個聲 能夠幫助兩位拿到機會 有什麼 怎麼樣 表演得很好 鴨子你唱得很好 鴨子 等一下對不起 鴨子你唱得很好 對 看人家表情暗淡 檸檬也唱得很好 剛剛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你應該跟鴨子學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所有的就是 鴨子